誰戴那個蠟燭台 什麼蠟燭台 那個香檬鑽的蠟燭台 那個是... 很美耶 那一看就知道 是我們家間內的 不是... 不是 問一下 這個要叫什麼 當然啊 說什麼 酒... 裝酒的 玻璃玻璃我們很愛 可是重點這是使用性的 我知道了 什麼啊 以前的手機 打開有沒有 開了 開玩笑機那個 對... 不遵你們這樣笑我的見淚 不遵你喔 老公 那請問妳猜那什麼 這個 當然是手拿包啊 手拿包這是要做什麼 你要不然怎麼樣 喝妳的小酒是不是 對... 妳也可以拿 手拿包是放什麼 我跟你講其實這個 什麼都不能放 口紅應該是以前的口紅可以放 現在的那種長長的唇彩 也不能放了 那妳買幹嘛 我跟你講 它就是很精緻 你比如說像我現在穿這件 全黑的 婉裝 像這個大概也買了差不多有七八年了 真的喔 我在威尼斯 連信用卡都放不進去 對 我在威尼斯買的 這個品牌的水晶包 就是這樣小小的 就這樣拿著 所以 而且這不能太高的人拿 這好普通喔 好難 好難 然後它會那個 它也可以背 對啊 那個都可 它也可以背 這樣背著 很秀氣 好漂亮 總秀一下... 妳要露一下妳的背 妳看它從妳的背 好美喔 它每次走路都有一個起步驟的感覺 對啊 起步驟 妳的妹比妳的包漂亮 對啦 對不對 我可以講一下我身上這件衣服嗎 是... 我身上這件衣服它是2002年的 然後這個牌子就是 那個發行人的那個牌子 然後我那時候買它 我就覺得 其實在當時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這件很貴 這件我記得當時好像就是 當時對我來講 是價格很高的一件衣服 可是我就覺得 因為它背很美 然後我就想像 我跳華爾滋的時候 是 這樣 好性感喔 因為我們華爾滋的時候 這樣跳 後面再背 再一條那個長的轉臉 像不竟也可以當舞藝 這樣 對 就是比如說我跳華爾滋的時候 妳應該是小林更強 妳應該是小林更強 對 所以就是我跳華爾滋的時候 然後轉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我的 妳就會看到我的背 天啊 好美喔 而且因為跳舞的時候 現在叫8萬買不到 買不到 8萬買不到 而且它的料子 就是我會覺得說 它的絲很適合 對 因為以前 像現在當然很流行那種 就是機能性的布料 可是我覺得機能性的布料 就是它可能 比如說運動或是什麼 很適合穿 可是我覺得真正好的料子 像以前的服裝的絲 還有真的很好的Cash Me 我覺得是現在的那種 新的布料沒有辦法 是妳穿這件衣服 好像感覺妳身上 是沒有穿衣服的 那很輕 輕飽飽的感覺 沒有那種就很掛愛 好像很重 很重 而且因為我很久 沒有穿這件衣服 然後為了今天這個節目 我就特別把它炒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我現在穿 其實比我當時穿要好看 因為我當時可能 就是年紀比較小 還沒有那個味道 味道不對 對 買得對 威尼斯酒瓶 酒瓶在這裡 這應該不便宜 給我看一下 然後西門姐 這個我有摔到 妳看得出來嗎 它有一個地方被我摔到 這裡嗎 這裡 你有去補出來 沒有 有一個 它真的好閃 這是看不出來 這真的好閃 都蓋住妳講 我有沒有知道 它上面是米粒嗎 它是小珍珠 小珍珠 就人家可以磨成珍珠粉那一種 而且它這個是天然珠 對 所以它跟圓圓的珠不一樣 然後它也不是蠻鑽的 它比較特別 它真的很漂亮 這真的很好看 但是就是有閃光的人 看得不能開車 真的 這種是不適合我們 就是這樣很漂亮 這粗魯的人不太適合 因為像劉真這種細緻的 對 而且我覺得它很適合我的高度 就是 這個Birkin也很適合妳的高度 對 這個也是 這個大概也差不多10年了吧 真的 這也太可愛了 好像都沒有在拿 有...這個有時候拿 你看邊邊就是我有在拿 然後這個我當時也是覺得說 就是這個顏色很少見 然後再加上 真的很適合我的高度 因為其實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大家都拿 大家都拿30公分的 30 對 然後或是35的 那25的很少見 可是我就覺得我拿這個 就是剛好我拿起來比較 因為這個是我一個學生 他割愛的 我那個學生也是 就是這個品牌的VIP 然後他很多 但是他比較高挑一點 所以他覺得這個對他來講太小了 然後我就說那我要 所以他就讓給我了 漂亮的顏色 然後 然後我先講會飄的好了 很漂亮 像這一件 這一件是我很喜歡的 Cavalli的品牌 Roberto Cavalli 然後我覺得他們 就是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花 因為我覺得義大利 他們做花的洋裝真的很漂亮 而且這個布料 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就是這種映然的 然後最近我那時候 是拍我的寫真書的時候 我穿著它在戶外 因為它的裙子很大... 很大... 可以很飛這個 就是很飛 就很像那個小龍女有沒有 就是它是非常大的裙子 小龍女 小龍女 這個吹風 吹風的時候很漂亮 然後它後面還有這個袋子 好飛喔 我那個時候是在裡面 搭他們家的比基尼 老師 妳是在演員嗎 神雕俠 對... 真的 真的... 他說要飛啊 對啊 今天就是 在野外吹風的時候 就很漂亮 它這個是產業之類 對啊 這個蠶絲 但它又是性感的 因為它前面其實是開場 這個在什麼場合 可以穿這件衣服啊 我跟你講 這個就只能在海島 婚禮 對 海島婚禮 很美 對 或者是說 多少錢... 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 這件應該要10萬 10萬 因為他們 因為這是全絲 因為我當時就覺得這件很... 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台灣那時候只有一件 而且幫他賺不少錢 寫真書 對啊 我寫真書就穿這件 然後我後來就把它買下來了 穿這件 然後站在一個石頭上面 海邊那邊看 我真的有站在石頭上拍 然後妳的額頭 頭上就掛一個花圈 喂 沒有 我這邊 我還記得我這邊別一朵花 那是直接在現場摘的花 我就別在這裡 對啊 好有味道 對啊 所以這件我覺得也很值得收藏 而且大草原 在森民都很漂亮 對啊 現在都找不到這種 那如果妳穿這件 新龍應該穿什麼樣的服裝 就穿他現在黑色的那一件 新龍會反過來穿 V-match 對 還滿適合他的 就是我覺得男生 如果要搭配這件 其實我覺得白色的那種 有點度假風的 那種襯衫也滿適合的 優雅男那兩片葉子就好了 也是 或者是他那個 PPAP大叔的那一堂 還滿可以搭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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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然後這一件 這一件 對 香賴的 對 這個是他們杜拜系列 這個沒有那麼久 這個大概差不多三年前 這一件我還沒有穿過 所以貴節目是我第一次亮相 為什麼 我吊牌還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就想說有場合在穿 可是後來就 找不到場合 我就懷孕了 就懷孕了 然後我就 就新龍穿了 你這個好運嗎 不是 就是想說 要有一個比較好的場合 才可以穿 我覺得這個品牌 比較少出這麼花的 而且這個花的顏色 是我很喜歡的 我就覺得也很值得收起來 所以我當時就買了 這個也要看人穿吧 我覺得 對啊 不是 你穿這個 不會太長嗎 就剛好拖地 就是穿高跟鞋的話就是 而且因為我喜歡這樣子的 就是我覺得我喜歡 飄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飄 我喜歡飄的感覺 多少錢 這件好像要十六 十七吧 對 他們夾的樣子 對 我心臟都快跳出來了 真的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 美麗的衣服 而且我的衣服都放很久 這種衣服在妳身上 妳是可以駕馭它 從我身上就 OK 說得很好 沒有辦法 這要看人穿 這真的要看人穿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穿 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花色 就是花的衣服 所以我看到我喜歡的花 我大概就會趕快把它買起來 因為這種顧料 它以後可能也不會再出了 對 而且這個可以 傳給她的下一代 是... 對 我可以傳給我女兒 然後接下來我往後面走 媽媽都講說拿不到妳 好 拿 所以我講一下這一件 妳就不講好看 我剛剛一再看 這一件是我買這個品牌的 第一件洋裝 就是小黑洋裝 然後就是他們家很經典的 這個珍珠 然後跟就全黑 其實它很簡單 好經典 對 就是平口的 但我覺得就是 應該要有一件這麼經典的洋裝 然後這也是我買這個品牌的 第一件 大概12年有了 對 這一件 妳是單穿嗎 單穿 妳看現在流行就是奇怪了 現在這個品牌 如果是這樣子的cutting 妳們會穿白襯衫 就像我現在這樣 然後我穿一個這個在外面 或T恤 對 或T恤 所以妳現在還可以在這裡 對 我覺得我現在可以用不同的 去搭配它 因為當年的時候它就是單穿 對 這件 然後這個牌子的 請問劉甄老師介紹完 我們後面還要介紹 對 我們需要介紹完 就讓大家上廁所 到場 但我想一下 這件我也很喜歡 因為這件很經典 超經典 因為這件好可愛 對 而且妳知道它這個 穿T恤在裡面真的好看 對 然後大T恤就會像幸明姐講 很黏心 如果說妳要穿得比較性感 或比較優雅的話 妳就是直接這樣 因為它這個是繞在脖子這邊 對 然後它是小羊皮 拼接他們家的布料 然後這個 這個外套 好新一點 這個外套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搭牛仔褲 或是搭皮褲都可以 然後這一件我買了 大概差不多五 六年 然後我就發現 這個外套我真的很會買 因為喬治科隆尼她老婆 也有這一套一模一樣的 有喔 有喔 什麼 有自白 最好這個 是這套 而且她穿 我記得她穿這一件 好像是在去年 還是前年的時候 報紙才登出來 然後媒體也是讚美她說 她穿是前幾季的 這個品牌的衣服 但是她還是一樣 把它穿得很時尚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這個品牌真的很經典 你不見得 像我這個已經五年了 可是我如果現在穿 比如說以後我女兒大了 就是母結會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穿 就還是很優雅的忙 要做穿的時候買得到穿 對 她做穿很多衣服 我看你們家大概300瓶 沒有 就是只要我身材不變 就都可以 所以就是 我覺得買這麼多漂亮的衣服 也會讓我更警惕自己 就是我不可以讓我 自己身材變形 真的 不然我就穿不下了 對 好理 為了要穿這些漂亮亮的衣服 最後一件 最後一件 它是皮革雷射雕刻 對 雷射雕刻 然後是Valentino的 我也很喜歡他們家的衣服 這一件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就是它有黑跟白 然後佳玲姐是穿白色 白的 它這件是黑的 它裡面是 直接看到裡面鏤空嗎 不是 它 有內襯 老師你可以來摸它有內襯 它有一層紗的內襯 然後它還有做小口袋 但那個紗也是很透的 對 可是其實你穿起來不會透出來 不會透出來 好漂亮 對 然後我這件是在那個 黑色比較實穿 因為皮的白色真的比較 不好保養 對 然後這件黑色 像就是 像欣美姐剛剛講 如果你裡面搭白襯衫 它又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或者是你搭一個 現在很流行的領片 就是一個領片露出來 它就會比較活潑 就會完全不同的味道 對 就這樣看 值得搜查